6月6号即将在暑假播出的超少年密码 曝光了定档人物海报 这组海报中 三小只的造型充满了科技感 王俊凯饰演夏长安 是一位拥有双重性格的学长 而王源则在片中饰演少年隋玉 易烊千玺饰演陈浩轩 从曝光的人物海报来看 三位少年都并非人类 颈部的伤痕暗示了整部剧 将充满了悬疑和冒险色彩 在此前的仙岛片中 我们三位少年甚至大打出手 面临分裂 能不能勇敢一点 你们不要管我 说过我一个人面对 就我一个人面对 最近AI伤害人时间越来越多 他们开始大姐追捕AI 你说什么傻话 如果伤害到人类 他们就只一条路可以走 因为我们两个在这儿 你怕什么 那就是永久销毁 我们还是不是有朋友 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 当然啦 剧情的走向到底朝什么方向发展 还是记得关注7月11号上线的这部超少年密码 除了海报拍不停 6月6号 我们三小只还抽空 给即将高考的哥哥姐姐们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祝高考的哥哥姐姐们 还有中考的弟弟妹妹们 能考试顺利 然后呢 能够考试自己的好成绩 不要失误 我觉得祝所有中考考生和高考考生 都能超常发挥 然后考上自己影响的学生 希望中考的哥哥姐姐们 高考的哥哥姐姐们 就是能够不紧张 然后在考场上面 发挥自己正常的学生就好 网了新闻 又乖又懂事又能拍剧 关键还长得好看的三小只 你们有没有爱上他们呀 霸道